请听故事 感悟成语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遇见汉语之 遇见成语系列 今天我们将要遇见的成语是 贪天之功 分开来慢慢朗读 贪 天 之 功 贪 天 之 贪 天 之 功 贪 指的是贪图 贪天之功 字面的意思是说 把上天所成就的功绩 说成是自己的力量 现在比喻 抹杀群众或领导的力量 把功劳全部都归于自己 贪天之功 这句成语最早出自于 左传 西宫二十四年 原文说 窃人之财 尤为之道 旷贪天之功 以为己利乎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偷了别人的财物 就是犯了盗窃罪 何况贪图自然界的天赋之功 以为是自己的能力呢 这句话的历史典故是这样的 在春秋时期 诸侯国 晋国发生内乱 晋国国君的儿子 晋公子崇尔 遭人陷害 被迫流亡他国 长达十九年的时间 直到公元前六百三十六年 他才在当时的诸侯国秦国的支持和帮助下 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成为了晋国的新一任君主 晋文公 为了感谢那些与他一同流亡 并为他立下功劳的人 晋文公决定按照功绩来赏赐他们 比如给他们土地 或是晋升他们为贵族等 然而 就在这件事情还没来得及办完的时候 周王朝内部发生了叛乱 周湘王紧急派人向晋国求助 晋文公决定派兵帮助周湘王 因此不得不匆忙结束了对功臣的奖赏事宜 然而 这次奖赏分配事宜结束得太过匆忙 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的功臣 还疏忽遗漏了一个人 戒子推 戒子推在晋文公流亡他国这艰难的十九年中 一直紧紧跟随在晋文公身边 并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晋文公 据说 为了让年幼的崇尔不至于饿死 他曾经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 煮汤来喂饱崇尔 在协助崇尔夺回国家统治权的过程中 戒子推又与赵衰 胡言等人合作 为崇尔夺回政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戒子推的功劳无可置疑 然而 戒子推这个人品德十分高尚 从不计较个人功名与得失 在崇尔回国后 他不但没有到处炫耀自己的功劳 反而选择了隐居 不对任何人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 这一次 晋文公对群臣进行了大规模的奖赏 但却因为戒子推的低调 将他遗漏了 戒子推并不在意这些奖赏 但是 他的老母亲和朋友们 却为他感到不公平 于是他的朋友们便劝他 去找晋文公讨个说法 争取得到应有的封赏 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戒子推竟然坚决拒绝了这样的建议 他对朋友们说 老国君晋献宫曾有九个儿子 现在就只剩下晋文公 重尔一个人了 既然神明没有让晋国灭亡 晋国必定会有一个君主继承王位 所以 主持晋国大事的人 除了晋文公 还能是谁呢 这可以说是上天任命重尔成为君主的 可是 那些有功的大臣们 却以为是靠他们各自的力量 这难道不是他们在自己欺骗自己吗 偷别人的钱财都会被称为盗贼 更何况是贪图了上天的功劳 把这份功劳看成是自己的成绩 他们把原本是罪过的事情 当成理所当然 上面的人却奖赏了这些欺骗世人 盗用他人功绩的人 这种为了贪图功劳 上下相互欺骗的人 我可不想与他们成为朋友 介子推的老母亲 听到他这么说非常赞赏 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愿意贪图名利 于是 他对儿子说 那好吧 我就和你一起隐居起来 过平静的生活吧 于是 介子推母子二人 便躲进了棉山深处隐居 直到离世 那些尊敬介子推的人 却依然对这件事感到不平 于是他们偷偷地在宫门上悬挂了一块匾 上面写着 龙玉上天 五蛇为府 龙已生云 四蛇各入其雨 一蛇独愿 终不见处所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有一条龙想要飞上天空 于是有五条蛇帮助了它 最终 龙飞到了云端 四条蛇也跟着飞了上去 只有一条蛇留在地面独自哀怨 最终 大家再也找不到它了 静文公看到了扁 这才想起了戒子推 静文公得知他已经隐居棉山 非常后悔 当时遗漏了对他的封赏 于是 静文公便下令说 只要是谁能找到戒子推隐居的地方 我就封他大官 并给他一百万亩的田地作为奖赏 然而 静文公 崇尔直到戒子推去世也没有找到他 静文公深感遗憾 只好将棉山周围的地区作为戒子推名义上的封地 并招告天下 说 我用这种方式来纪念我犯下的错误 同时也表彰戒子推曾经对我的帮助 后来 人们为了纪念戒子推的正直 无私便将年山改名成为了戒山 在这个故事里 戒子推曾说 静文公当国君应该是上天的功劳 很多人却贪图这份功劳 说成是自己的成绩 这便是成语 贪天之功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宋朝时期 有一位名叫张洪范的年轻官员 他有一个远大的志向 那就是要成为一代名臣 张洪范聪明机智 才思敏捷 他深知 在这个时代 只有通过辅佐贤能的君主 才能实现自己的报复 当时 宋仁宗统治下的朝廷 正式风雨飘摇 朝廷内外并不稳定 整个国家都存在着 许多问题和威胁 张洪范看到了这个机会 决定借机 表现自己的才能 帮助国家渡过难关 他深入了解国家的政务 研究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战略 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 以稳定国内经济 加强国防能力 他将自己的计划详细的承报 给人宗皇帝 还获得了皇帝的赞赏和支持 张洪范展现出了出色的才能和领导力 他的改革方案被迅速实施 并带来了积极的效果 国家逐渐走出了危机 民众的生活逐渐改善 国力也得到了增强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张洪范开始渐渐沉迷于权力和功名 他开始贪图个人的利益 不断追逐更高的官位和荣誉 他改变了自己的初心 不再关心国家和百姓利益 为了追求更高的权利和利益 他开始篡改自己的功绩 抹杀他人的贡献 试图将所有的功劳都归于自己 他不再关心国家民生 心里只想着如何将功劳据为己有 然而 这样的行为最终还是被皇帝知道了 仁宗皇帝了解到张洪范的虚伪和贪婪 十分惋惜 为了让张洪范改掉自己的错误 仁宗皇帝废除了他的官职 并将他流放到边疆 张洪范这时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后悔莫及 他深刻体会到贪天之功的荒谬和危险 他在边疆度过了余生 自行反思 明白了 人应该脚踏实地生活 不能一味地贪图虚名和权势 在这个故事里 张洪范篡改自己的功绩 抹杀他人的贡献 将所有功劳都归功于自己 就可以用成语 贪天之功 两个故事讲完了 接下来再来回顾一下今天遇见的成语吧 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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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来用贪天之功造一个句子吧 你竟然贪天之功,剽窃他人的科研成果,太不像话了 你竟然贪天之功,剽窃他人的科研成果,太不像话了 好,今天的遇见成语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就请点赞和订阅吧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